香港9月立法会审举提名期正式结束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晚间6点召开记者会宣布押后审举一年 并表示这是抗议7个月以来最艰难的决定 会原应紧急法作为法律基础 又表示这个决定已经获得北京中央支持 林郑月娥表示押后4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的决定非常艰难 但是为了保障市民健康保障选举公开公平的进行 这个决定是必须的 他表示这大半个月已经有很多声音质疑 如何举办选举以及安全的进行竞选活动 甚至有人写信给他如果不押后选举将会采取行动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参考在疫情期间如期举行选举的新加坡以及韩国 可以看见两国都在选举时采用不同的防疫措施 包括政府特制宣传品延长投票时间 规定投票的时候要佩戴口罩 同时也在网络上面提供各个票站的排队人数 让投票可以成功进行 新加坡总理离县东致出 香港跟新加坡一直是良性竞争的关系 而如今新加坡如期举办选举 相反的香港却希望押后选举 因此对香港在国际市场的形象必定会受到损害 根据香港电台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 如果选举押后比较长的时间 公平起见应该将提名期推到重来 而至于目前有许多次在这次选举之中 被裁定为提名无效的参选人 日后是否可以再次参选 汤家华认为目前很难预测 而刚复30号在报名参选截止的前一天 取消12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参选资格 被取消资格的人士包含本土派活动人士 黄之锋、袁家卫、刘盈宽 以及香港占领中环期间的 时运领袖先任议员陈敖辉 立场新闻前任记者何桂兰等人 同时也包括了公民党的成员 现任立法会的议员杨岳桥、郭家琪等 香港民主派行动就是历来最大规模 针对选举的打压 批评表示是因言入罪政治审查候选者 同时也无意民主派举行出选的时候 有超过60万个人投票的名义 中美关系恶化 美方近期跟平平将中国跟中共做出区别 引起中南海的担忧 除了中国外交部紧急出面消毒之外 中共党媒求是今天更在官网 刊登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强调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根本的保障还是中共的领导 中央社报导 求是网站下午刊登习近平在6月29号 第19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谈话稿 题目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文章先是指出中共一直执行着实际存在的组织路线 绝大多数的时候执行的是正确组织路线 虽然也有一些时候执行的错误组织路线 例如亡民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内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 习近平接着在文章里面提到 现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胜利实现 中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旅程 但是习近平也强调 在这过程之中面对复杂情势跟兼具任务 要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 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根本的保障还是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 最根本的则是坚持党中央威权 以及集中统一领导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文章之中提到 中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大也有大的难处 如何确保全党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面 高度集中统一 尤其不易 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 另外联合早报报导 中共中央政治局30号下午就加强国防跟军队信代化 建设举行集体学习 习近平在主持之中强调 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习近平表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统筹发展以及安全 富国以及强军 确保国防跟军队信代化 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互相适应 军事能力如同国家战略 需求互相适应 习近平强调 当前跟今后一个时代 是国防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要奋力推进国防以及军队现代化建设 继美国军售台湾108辆M1A2战车之后 台湾向美国采购新型自走炮 车案也正在进行当中 联合早报引述自由时报报导 台湾政府高层官员表示 台湾计划向美国采购100辆M109A6 帕拉丁型自走炮 有望近期之内宣布定案 军方希望这项采购案 可以赶得及列入年度国防预算之内 预计采购金额会达到台币172亿6500万元 台湾高层官员表示 这项军购案如果经过核定 军方规划的采购时程将会是 2021年度开始执行 原本规划要到2032年完成 不过另外有一个说法是希望可以缩短时程 争取在2027年完成 台湾政府官员今天表示 M109A6为美军炮兵部队现役装备 美军部分炮兵部队目前已经换为最新型的M109A7 因此台湾军方除了向美方提出要采购100多辆M109A6之外 也将跟美方协调均受协议上面保留换购一定数量的M109A7 以强化台湾联合反登陆作战能力 美方对此并没有表示异议 根据报道M109A6自走炮性能优越 跟台湾现役的M109A5相比 A6型具有独立接战能力 不必等待射击指挥车下达命令 而从单平地空无线电系统接获射击命令 完成射击准备到第一发炮射击 仅是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苹果日报指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 被问到川普政府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上面会有哪些作为 蓬佩奥表示他了解外界对这个议题有很大的兴趣 但是贸易方面并不是国务院主要对台事务 不过他指出美方一向努力履行于对台湾的承诺 包括批准使台湾人民从事得以保卫民主必要活动的重要军售案件 蓬佩奥强调美方希望确保台湾在任何合适地方都能够被代表 作为正式跟非正式的国际集会的一个部分 不过近期除了台海问题之外 中国也屡次在南海地区跟印太地区挑衅 自由时报另一篇报导指出 菲律宾政府先前向美国提出军购需求 要求购买数十架侦察艇、武装突击艇以及轻型支援艇跟各式机枪、传感器以及雷达 据了解这笔提案近期已经获得美国国务院批准 如果军售案成立立约 预期将会改善菲律宾面对当前以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今年是中国13.5收官之年以及14.5准备启程之年 面对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加大 习近平提出要打持久战 今后中国经济将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综合香港《经济日报》跟法广报导 中国每年在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项备受关注 原因是要给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做出定调 而今年情况特殊 在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实质入口 最新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长期的指导性思路 会议认为国内经济逐步稳定 复工复产逐月好转 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 但是当前经济情势依旧严峻复杂 不稳定性以及不确定性持续加大 中国遇到很多问题都是中长期的 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来加以认识 会议表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首席银行经济学家王军表示 这次会议最关键跟影响最深远的地方 还是再度被强调的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而这也许会成为一个十四五的重要指导方针 而且这是一个既有指导性 也可以落地的工作部署 另一部大循环近来成为 中共高层不断提到的一个名词 6月18号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在第十二届上一个会议上面做出表示 他说我们正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强大压力 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正在形成 而就在中共高层表态之际 唯一的例外就是李克强 中国总理李克强 6月28号主持稳外贸座谈会时提到 要加大支持以及保住中小微企业 跟劳力密集性的企业 他还提到要帮助大型外贸企业 破解难题 以稳就业 另外他29号主持国务院会议常委会议时 又再度提到农民工就业问题 要求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 劳力密集性的产业 力保就业保名声 而这两场会议上面李克强似乎都没有提到国内大循环的概念 美国ESPN7月29号刊登报导指出 NBA在中国开设的篮球学校被包出有年轻球员遭到体罚以及退训等不当对待事件 报导并行动这些NBA在中国的篮球培训中心根本就是运动员的血汗淫 综合媒体报导 NBA在2016年起在中国设立了三间篮球学院 目标是要发掘另外一个姚名 并且提供给中国年轻球员更多的资源 但是有许多名教练投诉 在偏远的新疆等地NBA中国篮球学校 有年轻的球员遭到体罚跟虐待的不当事迹 报导还表示这些篮球学院根本就是运动员的血汗淫 报导指出NBA在中国有三间学校 其中一间位在中国西北偏远地区的新疆 另外两间位在浙江跟山东 报导引述许多名NBA工作人员表示 见到中国教练暴力对待球员 一名前教练表示 他目录到有教练把球扔到球员的脸上 随后还踢了他的肚子 同时有美国教练在新疆的篮球学院 受到骄劳一级监视 NBA新疆学校其中一名美籍教师 还无故被警方拘留打到三次 他跟其他人也因为外籍身份 无法在当地找到住所 一名前联盟员工甚至表示 在新疆的训练营里面 两个人的房间里面会住到八到十名球员 环境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赛德国 对此NBA表示 去年他们就已经终止跟新疆的关系 但是目前浙江跟山东的篮球学院 依旧持续运作 报道指出这并不是NBA第一次卷入涉华风波 去年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理莫雷 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 引起中国反弹 NBA总裁施华曾经透露 中国政府要求NBA解雇莫雷 但是被他拒绝 另外中国中央电视台也从那个时候开始 停播NBA的比赛 不过中国是NBA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市场 NBA估计因为这条有关香港的推文 他们已经损失了大概4亿美元的收入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NBA一直试图修复跟中国的关系 不过据了解 目前中国官方电视依旧没有恢复中断的NBA转播 另外先前关于莫雷挺香港的风波 一向勇于为人权议题发生的NBA球员詹姆士 曾经批评莫雷是被误导 对情况不够了解就进行发言 而这个采访播出之后 社群媒体上面立刻响起一片批评声浪 包括美国政客 媒体篮球球迷在内的一众网民 纷纷声号张姆士 由于这段发言 对比先前张姆士 对于许多人权议题的发声 显得格外讽刺 当时就有人批评 他是向中国下跪 而对于这次的虐待风波 张姆士依旧保持沉默 也引来许多题坛主持人 纷纷在推特上面点名 其中更有人直接地表示 詹姆士就是中共的统治 也是体育界史上最大的伪君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